第321章传承一遍 就你 小子你想死吗 百花雨冷冷看了肖义一眼 美眸当中墨帝泛起一股杀意 杀意泛起的杀奸 只见周边的温度墨帝再次升高 一股很是恐怖的气息 墨帝向着肖义身上笼罩了上去 恍如一即将发威的太古凶兽觉醒了一般 在这样的气势威压之下 肖义的额头顿时浮现出大量冷汗 身体末地不由自禁地打起来了颤 那看着百花雨的眼神瞬间变得敬畏惊恐 一股背吓得很不清的样子 不过虽然被吓到了 但她却死死之称 竟是没有退缩什么 两眼凝重地看着百花雨 一股要做殊死搏斗的样子 百花雨 小义不懂事 你就不要和她计较了 龙天宇忽然身形一展出现在了肖义的面前 为肖义将这等威压给抵挡住 然后肖义顿时面色一松 一副瞬间轻松了的样子 当然表面上是如此 实则肖义的真实情况 却是全然没有被这等压力给影响分好 当肖义破关而出了后 她的八九玄弓就已经全然杀入了第二转中城 这样的气势威压对她而言 压根一点用都没有 之所以表现得如此不堪 也仅仅只是为了更贴切的暂时 一个有着几分实力的愣头青模样而已 虽然肖义自问以自身的实力对上眼前这三人 就算是三人的实力都达到了彼岸镜三重天以上 但如果真的一战 她也并不是没有底气 但毕竟她的身边还有着木连星 如此一旦交手 她就有了负担 所以目前做戏什么的 是必然的 另外 她对这传承大殿也仅仅是一知半解 眼前这三人处于这个地方 既不开启传承 又不离开这里 肯定有着一定原因 所以 一切都静观其变 说不准 能够从三人的身上获得一定好处 哼 随着龙天宇上前挡住了百花雨的威压 百花雨冷哼一声 然后就将视线看向了大殿的某一处 顺着她的视线看去 只见那个地方遇着一个石碑 石碑通体火红 给人一种很惹眼的感觉 石碑上有着大量的符文 那些符文无比玄妙 神秘 好似包罗万象 小子 你要是真的不想承认自己是菜鸟 那你用手去触动一下那一块传承石碑 你若能在传承石碑的考验当中 坚持实习的时间 我就收回我刚才所说的话 百花雨冷哼了一声后 紧跟着墨帝用手一指石碑 然后对萧毅冷声说道 去就去 谁怕谁 萧毅脖子一梗 然后就准备大踏步向着船乘石碑行去 小毅 墨帝木连星的呵斥声响起 随着呵斥 只见木连星用手一把握住了萧毅的手 一副很生气的样子 连星姐 萧毅弱弱地看着木连星 你是笨蛋吗 没看到他们三个都不敢贸然接触那石碑吗 连他们都不敢贸然接触 你去逞什么能 木连星含着一张脸对萧毅呵斥 虽然他这等模样只是作戏 但说真的 这回他还真不想萧毅贸然拿去接触那船乘石碑 虽然他们来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得船乘 但也仅仅是暂时来看一看情况 如果获得船乘需要冒很大风险 那可就完全犯不着如此 我 萧毅张了张口 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呵呵 连星姑娘 你也别骂小易 虽然小易的行为确实莽撞了一些 但其实这船乘石碑却并没有什么凶险 龙天宇墨地笑着开口 是吗 木连星一副不知可否模样的看了一眼龙天宇 我并不骗你 龙天宇笑了笑 然后忽然大踏步向着船乘石碑走了过去 接着将手一下子放在了船乘石碑上 连星姑娘请看 随着龙天宇话语的落下 滚滚光芒忽然从石碑当中升起 然后将龙天宇给一下子笼罩了起来 在这等光芒将龙天宇给笼罩了后 龙天宇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全身契机没有丝毫的变化 只有他的一双星眸时不时的迷惑 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三十息的时间 龙天宇才将手给从石碑上收回来 收回来的时候 他脸上泛起了一抹感慨 哎 又没能获得传承 龙天宇叹道 真的没有什么危险 随着龙天宇如此 木连星有些狐疑地看着龙天宇 并没有 龙天宇摇头道 这 木连星末地迟疑了起来 姐姐 就让我去试一试吧 萧毅忽然开口 说着就忽然挣脱了木连星的手 然后向着那石碑行了去 在他行过去的时候 一旁的百花雨和冷哨鞋的眼中 都飞速地闪过一抹喜色 两人眼中的喜色一闪即逝 并没有被木连星和萧毅给感知到 系统 给我扫描一下眼前这传承石碑 萧毅虽然没有感知到百花雨和冷哨鞋的异色 但眼前这情况却是给了他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他相信这个世界上好人是有的 但在这上古遗迹当中 绝对没有谁会忽然对某一人如此热情 当龙天宇和他接触的沙简 他就发现这龙天宇很不对劲 因为龙天宇对他的仇恨是五十点 是的 五十点 虽然这样的仇恨对于萧毅而言 根本不算什么了 大多数的神桥境界强者对萧毅的仇恨 都能达到数十万 但萧毅在刚刚进入宫殿的那一刹 他却是从这脸上好像一直带着微笑表情 给人一种很阳光模样的龙天宇身上 获得了五十点仇恨经验 对于系统的提升 萧毅是绝对不会怀疑什么的 既然龙天宇对他不明白不得产生了五十点仇恨 那么这龙天宇就肯定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所以他才会第一时间选择了装傻 掩盖了本性 其目的就是想看看这些人到底要出什么牌 丁 开始扫描目标 丁 目标名称 传承石碑 丁 目标状态 易变 住 此传承石碑能够让人获得五道传承 但因为易变的缘故 一旦获取不了传承 将会被封锁在这传承大殿当中 第322章诡异设定 什么 肖逸心神一领 心中念头飞速转动 随着系统如此提示 他想他隐隐明白了周边这些人打的是什么注意了 看目前这情况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不只是龙天宇没能获取传承 旁边的百花雨和冷哨鞋肯定也是同样没有获得传承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此三人都被困在了这个传承大殿当中 如此事情顿时就难人寻思了 是什么样的事情 让他们能够在如此情况下 还算计他和木连星 难不成有人获得了传承后 就能解除他们的封锁 还是有另外一批人出现在这大殿 然后被大殿给封锁了后 他们就能得到解放 肖逸眸光闪烁 虽然觉得第二种可能不怎么靠谱 但以目前这个情况 这样的可能也并不是没有 或者还有就是 这个石碑真心变异到有灵质的程度 控制了这三人 欲使这三人蛊惑其他人尝试获取传承 系统 你觉得以我这情况能够获得传承吗 肖逸末地对系统暗自问道 住 根据系统检测 宿主获取传承的成功率为30% 系统道 哦 有30%吗 那获取这传承能不能以消耗仇恨经验的方式来加大成功几率呢 肖逸念头转动 住 可以 系统道 需要多少仇恨经验 能够让我百分百成功 肖逸心中顿时一喜 住 实意仇恨经验 另外 友情提示一下 和你一起的牧连星同样不具备将传承给百分百获取的资格 如果宿主愿意花费5亿仇恨经验在牧连星的身上 也能让他成功从传承石碑当中获得传承 系统对肖逸道 我需要十亿 牧连星怎么就只需要花费5亿了 肖逸末地一愣 住 牧连星的血脉比之你更于眼前的传承石碑契合 所以他收需要花费的仇恨经验 自然比之宿主你要少不少 系统解释道 哦 肖逸眨巴了一下眼睛 紧跟着那前行的脚步忽然一停 随着肖逸这脚步一听 旁边注视着这一幕的龙天雨 还有冷少邪和百花雨的眉头顿时同时一皱 怎么小子不敢去尝试了吗 既然不敢尝试了 那就别继续在这里丢人现眼 百花雨眉头只是略微一皱 紧跟着就恢复了正常 然后一脸不屑地对肖逸说道 一副全然看不起肖逸的样子 哼 你别小看人 谁说我不敢了 只是 我忽然觉得 眼前这传承石碑里面的传承 好像跟我连星姐姐更契合 连星姐姐更能从中获得传承 所以 我准备让连星姐姐先获取了这传承后 我再继续尝试 肖逸一副二愣子被激怒了的模样 对百花雨说道 说完就将视线看向了木连星 连星姐 你先把传承给获取了吧 哈哈哈 小子 你以为你是谁 还你绝的呢 我只是让你去坚持实习 你现在敬给我来一个 你觉得你姐能够获取传承 你以为这传承大殿是什么地方 传承岂有那么容易就获得的 真是小娃娃不知天高地厚 百花雨末地放声娇笑了起来 笑得那是很开心 不过 看起来很开心 但如果仔细感知百花雨的话 就能发现 她的笑声当中透着一抹苦涩 是的 苦涩 像她百花雨乃是朱雀门的真传弟子 虽然不能和门派当中的那些圣子相比 但一身资质和实力也是不弱 原本来到这传承大殿 不说有着百分百的信心 但却也有着八成的把握获得传承 却不想 这该死的传承石碑 竟不知道怎么回事 出现了诡异的变化 她不但没能将这传承给获得不说 还被这传承石碑 被限制在了这大殿当中 想要脱离封锁 根据石碑传给她的信息 要么有人真正的激活了传承 要么就必须得欺骗十个人 让十个人去接触石碑 她是最早来到这传承大殿的人 像冷少邪和龙天宇都是后来者 这两人来的时候 她根本就没有废话什么 这二人就先后去接触石碑 然后落得了和她一样的下场 至于门口那些尸体 那都是一群不知死活的家伙 一发吓了他们三人后 不去接触传承也就罢了 竟还想对他们三人动手 最终都被他们三人给灭杀 然后丢在了门口 这该死的传承石碑真的很奇怪 她只允许他们三个被限制了自由的人 用欺骗或者采取来人自愿的手段 触摸传承石碑 不准他们强行将武者给擒拿去触摸石碑 一旦他们强行将武者给擒拿住 然后触摸传承石碑 触摸的人都会全然失去触摸的资格 再也不能获取传承 且连凑数也同样做不到 另外 不知道这石碑是太无聊还是怎么了 她无比的喜欢看到欺骗 是的 欺骗 她不停地蛊惑他们三人 欺骗其他舞者触摸传承 如果不是被欺骗的人去触摸传承 也是不算在自己找来的 十个舞者的接班上面的 就比如说冷少邪和龙天宇一般 虽然这两人都是在百花雨之后 来到这传承大殿 然后被传承大殿给同样限制了的人 但他们这两个人 却没有算在百花雨需要欺骗的十个舞者人数当中 也就是说 她如今根本一个成功欺骗了的人都没有 一想到这样的设定 百花雨就忍不住在心中大骂石碑 真心不知道这传承石碑 怎么会变异成这个样子 要知道她以前并不是没有接触过 有灵智的传承石碑 像这般坑的传承石碑 却绝对是第一次遇到 正是因为这般诡异的事情 在萧毅和慕连星出现了后 龙天宇才会第一时间和萧毅接触 准备开启欺骗这两人 却不想 其中那萧毅这么上道 压根就是一个愣头青 让他们马上就能先凑数一个人 不 应该是两个了 虽然这样的人数距离十个 还有着一定距离 但好歹也能勉强看到一丝希望 至于强行突破封锁离开这里 这根本就不可能 第323章激活传承 至于为什么说不可能 那不是有冷少邪这个例子在这里吗 冷少邪 虚空门真传弟子之一 人家虚空门拿手的可是顿入虚空的手段 连冷少邪都不能从这个该死的地方顿出去 更别说他们了 另外 最为重要的是 百花宇发现自己的实力被压制了 是的 被压制了 他的真实实力可不是什么彼岸镜三重天以上 而是彼岸镜七重天 而现在却是被压制在了彼岸镜三重天 让他根本连一丝强行闯出去的机会都看不到 只能想起他的办法 对于百花宇心中的想法 萧毅和穆连星都不清楚 当萧毅让穆连星去接触传承了后 穆连星没有丝毫多余的想法 当即就准备去接触石碑 不过为了怕旁边人发现他们的关系并不像姐弟 他眉头当即已皱 然后狐疑地看着萧毅 小毅 你真的感觉那石碑跟姐姐契合 嗯 连星姐 小毅真的感觉石碑跟连星姐你契合 连星姐你去试一下吧 肯定能够一下子获得传承 哼 到时候好好让这女人看一下 看她还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这天下她做不到的事情 可不代表着其他人也做不到 萧毅用力对穆连星点了一下头 然后瞥了一眼一旁的百花雨 一副很是看不起百花雨 对其无比鄙视的模样 你 百花雨瞳孔收缩 顿时被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恨不得立马出手收拾萧毅 这个不斩脑子的愣头青 活该被骗 该死的小混蛋 百花雨最终还是压制住了自己出手的念头 原本对欺骗萧毅这样的愣头青 心中有的那么一丝不忍 全然烟消云散 那姐姐就去试一下 穆连星听的萧毅的话 然后就向着那传承石碑行了去 在她行过去的时候 龙天宇和冷少邪都默然关注着这一幕 没有开口 也没有呵斥 虽然传承石碑 离萧毅和穆连星所在的地方 有着一定距离 但却也不到片刻 就让穆连星来到了传承石碑 穆连星来到了传承石碑后 扭头看了一眼 陪着自己过来的萧毅 接着伸出左手末地向着那传承石碑 落了上去 轰隆 几乎在她的仙手放上去的沙间 传承石碑就泛起了冲天红光 与此同时 整个传承大殿都震荡了起来 什么 这是 她能激活传承 随着传承大殿的震荡 百花雨和冷少邪 还有龙天宇的瞳孔都猛地一缩 彼此都很是不可思议地看着穆连星 要知道他们将手给放在了传承石碑上的时候 这大殿可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而木连星的手放上去 却是这么大的反应 这怎能不让他们震撼 轰轰轰轰 滚滚轰鸣声不停响起 一声笔之一声响亮 且还越来越密集 随着这等响声 百花雨和冷少邪 以及龙天宇顿时都忍不住 激动了起来 要知道他们如今可都被这个该死的 传承石碑给限制了自由 不能走出传承大殿 如果木连星真的能够激活传承的话 那么他们可就算是自由了 然 在龙天宇和百花雨 以及冷少邪的激动当中 却见那震动维持了一阵 静猛地衰减了起来 明显是一副厚礼不济的样子 该死的 怎么会这样 坚持住啊 龙天宇三人见状纷纷大吉 彼此在心中疯狂地为木连星打气 有心帮忙 却是什么忙都帮不上 看来不花费武艺仇恨经验 是真的不能让掌门获得传承的 肖逸健壮 心中感知一叹 接着对系统道 系统 花费武艺仇恨经验 让掌门百分百获得传承 丁 仇恨经验减少武艺 随着肖逸的下令 他的仇恨经验顿时疯狂减少了武艺 越是在这个上古一季前行 肖逸越是感受到了危险 以木连星的实力 哪怕现在已经成为了彼岸经二重天 也根本就不能在这上古一季走得太远 所以让他实力快速变强 这是必然的 毕竟 肖逸也不可能一直陪着他 如果就木连星的实力能够变强 那么肖逸也能独自去闯荡 他对于现在的上古一季 可是有着不少探索的念头 就算是那些危险的地方 他也都想去看一下的 但有木连星在身边的时候 却是全然不能去探索 因为他怕木连星会陨落在其中 说实话 这回肖逸挺感慨的 游记得当初他还对这仙云谷掌门比较仇恨 那个时候何曾想过 有一天自己竟然会脑袋发热 为木连星花费武艺仇恨经验 帮助其获得好处 当肖逸将武艺仇恨经验给花掉的时候 那将左手给放在了传承石碑上面的木连星 忽然回头看了肖逸一眼 眼中明显犯着一抹询问 之所以犯着询问 那是因为木连星明明已经发现自己激活不了传承了 但这一刻 一股奇特的力量却是忽然融入他的身体 帮助他激活起来传承 以肖逸等人所感知到不到的地方 木连星清楚地感受到 自己对传承石碑的激活达到了七成 八成 九成 随着他将传承石碑给如此激活 剧烈的震动再次响起 让龙天宇等人的眼中忍不住再次泛起炙热 而就在他们这种期待之下 只见木连星的身体忽然伴随着传承大殿的剧烈震荡 墨地被一道诡异光芒给带着向着虚空融入了进去 瞬间消失不见 当木连星消失了后 龙天宇还有冷哨邪以及百花雨的身上 都一下子泛起了无比惊人的气势 实力回归 这一刻三人被压制的实力都全然回归 是的 三人 并不只是百花雨被压制了实力 龙天宇还有冷哨邪在未能激活传承的时候 也同样被限制了实力 哈哈哈哈 终于实力恢复了 爽朗的笑声从龙天宇口中响起 随着笑声响起 只见他的视线末地看向了萧毅 萧毅 你可真是我龙天宇的复兴呢 你说我应该怎么感谢你来着呢 他明明在说感谢的事情 但落入萧毅的耳中 却是让萧毅眉头磨底一皱 心中一下子升起不好感 第324章 谁算计谁 对于眼前这样的事情 萧毅并不怎么惊讶 在他让系统使用武艺仇恨经验 让江木连星百分百激活传承的时候 他就已经想到了会这样的事情发生 感谢我 龙大哥 你感谢我干什么 我好像没做什么 萧毅心中虽然知道龙天宇准备撕破脸皮 但脸上却仍旧是一副二愣子模样 一副棱棱样子的看着龙天宇 好似全然被龙天宇的话给弄猛了的样子 笨蛋 你以为龙天宇真的是好人 这家伙可是出了名的伪君子 你称他为大哥 这不是摆明了羊入虎口吗 百花语娇笑的声音 墨地从一旁响起 声音响起的时候 他这会那是非常的开心 终于解除了这老十字的封锁 如此虽然没能获得眼前这一处遗迹的传承 但却有机会获得其他的传承 原本按照他现在的情况 应该是第一时间离开这里的才对 不过也不知道回事 这会却是并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萧逸的身上 住口 女人你修的污蔑我龙大哥 随着百花语的话 只见萧逸莫地一脸愤怒地对百花语喝道 一副好似被一下子激怒了的样子 眼睛里面泛着杀意 恍如那即将殊死搏斗的凶兽一般 你百花语美眸一缩 那是一下子被萧逸这二愣子表现给又一次气到了 可恶的小鬼 你也太不知好歹了吧 本姑娘看你不论怎么说也算是救了我的份上 才决定告诉你事情真相 不想 你这家伙竟是全然不识好人心 百花语身上气机涌动 一副几乎按捺不住要对萧逸动手的样子 百花姑娘 你怎么可以如此污蔑天语呢 随着百花语的话 只见龙天语的脸上泛起一抹微笑 很是温文儒雅地对百花语落下一句 好似一点都不因为百花语的话语而生起样子 说完 就将视线再次落在了萧逸的身上 小逸过来 接下来跟着我一起离开这里 离开 龙大哥 我们离开这里干什么啊 小逸还没有接触传承石碑 怎么就要离开这里了 另外 我连星姐貌似被这传承石碑给吸进去了 我要等连星姐出来 萧逸一副愣愣模样地对龙天语说道 这传承每一次只允许一个人触发传承 如今这传承既然被你连星姐给触发了 那么 就绝对不允许第二个人触发了 所以 你再去触发传承已经没有了什么意思 至于 等待你连星姐吗 这传承一旦发动 没有个一定时间是不可能会停下的 所以 在这里等并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 你可以在这里留言 也可以等过些时间 再来这里找你连星姐 龙天语笑吟吟的对萧逸说道 啊 怎么会这样 我 我 萧逸一副被惊到了的样子 然后张了张口 全然不知道怎么办 走吧 我们先离开这里 从现在起 你就是我龙天语的师弟了 等离开了传承遗迹 我就第一时间将你引剑进入沿阳门 龙天语笑着对萧逸招了招手 真的吗 萧逸眼中炙热一闪 然后看了看那传承石碑 接着对龙天语点了一下头 就向着龙天语靠近 笨蛋 百花语美好气的呵斥声响起 看着萧逸如此上当受骗 他着实感到无语 小子 我再给你说一次 这龙天语根本就是一个伪君子 你最好不要跟着他 否则你到时候绝对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百花语冷声对萧逸说道 说完身形一展 就向着大殿外面行了去 眨眼 萧失不见 而在他离开之前 那冷少邪竟是早就不知道 在什么时候从大殿消失不见了 可恶的女人 就知道说龙大哥你的坏话龙大哥 那百花语到底是什么人啊 随着百花语的消失 只见萧逸没好气的冲着那大殿门口 不愤的咒骂了一声 然后就一脸讨好的看着龙天语 一副全然为龙天语着想的样子 且还快步走到了龙天语的身边 呵呵 萧逸别生气 他说他的 我又不少一块肉 走吧 我们现在去其他地方看看 龙天语微笑的对萧逸说道 说出这话的时候 用手在萧逸的肩头拍了拍 此时龙天语心中那是泛着冷笑 白痴小鬼 本来其实龙天语是准备 直接将萧逸给灭杀了的 不过经过百花语刚才的打岔 他忽然觉得就这么将萧逸给杀了 有些可惜了 他决定趁着找寻其他遗迹的这段时间 好好玩一玩眼前的这个愣头青 说不准会有很让他感到有意思的事情发生 也说不定 嗯 萧逸点了一下头 一副以龙天语马首是瞻的样子 伴随着萧逸的点头 龙天语当即带着萧逸向着大殿之外行了去 在离开的时候 萧逸看了一眼传承石碑 对于萧逸这样的行为 龙天语都是看在了眼里的 很快 萧逸就和龙天语全然离开了传承大殿 随着他们的离开 传承大殿变得死寂了起来 掌门 接下来这上古一记就要靠你自己了 萧逸离开的时候 在心中暗自叹了一下 虽然不知道这龙天语 为什么没有马上对他动手 但龙天语若是想要算计他的话 那么接下来大家就看看到底谁算计谁 彼岸竟七重天 真是好高的实力呢 虽然这样的实力远远超过了萧逸所拥有的五道等级 但是如果手段齐出 鹿死谁手 还指不定是谁 离开了传承大殿 接下来萧逸就全然表现出了一副愣头青的模样 什么都不懂 什么事情都要问上龙天语一番 对于萧逸的提问 龙天语都是一脸温和的给萧逸解惑 不过 一开始的时候 龙天语还能很是从容的应付萧逸 但当萧逸忽然化身成了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 虽然龙天语还是温和的对对萧逸解惑 然而 他的心中确实也越来越不耐烦了起来 好几次都差点忍不住出手 将萧逸给灭杀了 而在龙天语的生气下 萧逸却是已经从龙天语这里 获得了不少自己想要知道的事情 第325章 雷火圣尊 而随着时间不停流逝 慢慢的龙天语开始后悔了起来 开始考虑自己要不要将萧逸给提前灭杀了 但每当他升起想要将萧逸给灭杀的念头的时候 却又忍不住产生起来一种不甘 是的不甘 如果就这么将萧逸给杀了 龙天语那可是很不甘心啊 本来自己是要算计萧逸这个愣头青的 结果这家伙却变相地折磨起来了 他龙天语 如果就这么将萧逸杀了 那么自己前面所与萧逸接触所花的时间 还有自己所做的事情 不都是无用功 不 绝不允许 龙天语才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 他龙天语怎么可能会在一个愣头青上栽根头 必然要让这愣头青死得惨兮兮 而在龙天语对萧逸在心中产生极强的不耐烦和杀意的时候 萧逸明显有感知到龙天语的变化 这种感知很简单 因为随着龙天语对萧逸产生这种不甘心的杀意 仇恨系统墨地对萧逸提示了起来 好家伙 三千万仇恨经验 这龙天语一下子为萧逸提升了三千万仇恨经验 这样的提升 完全就是如今为萧逸单个提升仇恨经验的舞者当中的最强者啊 伴随着从龙天语这里获得了如此多的仇恨经验 萧逸心中也开始盘算了起来 有了决断 从这情况来看 萧逸只是稍微一想 就明白了龙天语这家伙肯定快要对他动手了 对于龙天语的一些想法 萧逸也隐隐猜测了出来 既然这龙天语准备对他动手了 那么他当然也不会坐以待毙 而是打起了一旦见识不对 就立马先下手为强的念头 彼岸境七重天 这可是真是好强的实力呢 接下来就看谁会死吧 如此 在萧逸跟着龙天语离开了传承大殿后的第十三天 萧逸两人来到了一处通道 通道的前方是一个大殿 根据龙天语所说 那大殿是另外一个传承大殿 而在这来的路上 萧逸全然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路痴 一个对前方所在根本就不知情的样子 实则 萧逸这会却是清楚地知道 前方的大殿那是一个很凶险的地方 因为在他所获得的地形图上面 有着关于前方大殿的标记 V 地图上那红色的字眼 清楚地让萧逸知道 这是危险区域 萧逸 接下来你紧跟着在我身后 我让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大殿 虽然是一个传承大殿 但却比较危险 所以 你没有我的允许 绝对不能乱动知道吗 当要达到了大殿的所在位置了后 龙天语忽然停下脚步 一脸正色地对萧逸说道 嗯 萧逸明白 没有龙大哥的吩咐 萧逸对不会乱动的 萧逸很是听话地对龙天语点头道 一副绝对不会有半点违抗的样子 呵呵 那就好 放心 虽然这一处传承大殿比较危险 但其中好处却也不少 在这传承大殿当中 有着一种名为雷火圣阳果的质保 就算是我们不能获得传承 只要你听我的吩咐 等会按照我所说的形式 我们要是能够获得那雷火圣阳果 也能算是不需此行 都能从中获得很大好处 这雷火圣阳果 萧逸 你可曾听说过 龙天语对萧逸一笑 然后何须地问道 呃 是那个据说 吃了能够让人的身体当中 产生雷火真刚 感悟雷火真意 且还能让舞者肉体强度 变得很厉害的雷火圣阳果吗 萧逸眨巴了一下眼睛 然后有些不确定地 对龙天语问道 对 就是那个雷火圣阳果 原来萧逸你也听说过 怎么样 这果子算是奇宝吧 龙天语笑着点头道 嗯嗯 确实是奇宝呢 萧逸的功法偏重于炼体 如果能够获得雷火圣阳果 必然能够让肉身强度再次变强 龙大哥 你真好 你是专门为了萧逸才带萧逸来此的吧 萧逸激动地道 说完 一脸感激对龙天语道 一副恨不得肝脑涂地的样子 一副被感动得不行了的样子 是的 在得知小义你主修炼体了后 我就觉得此等果子对你有着极大的帮助 另外 不但是雷火圣阳果如此 这传承大殿所记载的传承 对于小义你而言 也同样很珍贵来着 这传承 我们炎阳门曾有师兄获得过 乃是雷火圣尊所设的传承 一旦获得传承 对于你这种修炼雷属性功法 且又专注炼体的人而言 绝对是量身打造的 龙天语微笑着说道 之所以龙天语知道 肖义主修炼体 以及雷属性的功法 其原因 当然是因为在这13天的接触当中 肖义所表现出来的 再加上龙天语 偶尔不着痕迹的询问 肖义就一股脑地 将自己的事情告诉给龙天语 所以龙天语自认 对肖义的了解很深 当他再知道了肖义主修雷属性功法 以及有主修炼体了后 他就第一时间打上了这一处 被标记了V字区域 曾经让他很是心动的雷火圣尊的传承大殿 也是因为如此 这13天 他才能全然压制住提前灭杀了肖义的念头 雷火圣尊传承 此等传承大殿并不是已知的传承大殿 而是隐藏在暗中的传承大殿 龙天语说 以前有炎阳门的师兄 获得过雷火圣尊的传承 这话倒也并不是欺骗肖义 曾经真的有过炎阳门的弟子 被人追杀进入了这危险区域 然后从传承大殿当中 获得了雷火圣尊的传承 这雷火圣尊的传承 那可是很厉害的 一旦获得传承 就能掌握雷火圣尊成圣的最强攻击神通 万灭雷火节 以及炼体神通雷火不灭身 不过想要获得传承 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根据龙天语无意中所掌握的情报 雷火圣尊的传承大殿当中 布满了雷火真刚 想要获得这传承 首先就要能扛得住 雷火真刚的轰杀 以及主修雷火功法 或者单一的雷属性 以及火属性功法 然后才能引动传承 当初那个闯入这里的师兄 一身实力和他如今一样 也达到了彼岸境七重天 不过比他多修炼了一门 强大的护身武技神通 龙天语也是无意中从门派的某一个被做了特殊手脚的杂技上 才看到这样的记载 于是来到了这上古遗迹后 就对这里的传承有了一定兴趣 不过怕自己不能扛住雷火真刚 于是虽然感兴趣 却没胆子来这里 而是去找了一个火属性功法的传承大殿 看能不能先获得一种有利于自己的传承后 再来这个地方获取传承 不想 第一个去的传承 竟然发生了一遍 差点被困死在那个地方 好在萧毅这家后出现 让他从封锁状态脱离了出来 且 最为重要的是 后来他竟知道了萧毅主修炼体 且还主修雷属性功法 说实话 当龙天语知道了这样的事情后 简直都感觉萧毅就是自己的福源 当然 如果这愣头青不那么啰嗦 那就更完美了点 第326章成功算计 萧毅听的龙天语的话 表面上再次对龙天语感激了一番 一副真的是全然被龙天语的人格魅力 给全然迷住了的样子 实则心中却是很清楚 接下来应该就是他和龙天语分出生死的时候 雷火圣尊的传承大殿 虽然还没有进去 但既然这传承被标注了危险字样 且还有着雷火圣阳果这样的逆天灵果 那么这传承大殿 就必然会蕴含着无穷的凶险 稍不注意 死在里面肯定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走吧 随着萧毅的话语 龙天语分出生死的大殿 龙天语顿时对萧毅微笑着说道 说出这话的时候 眼中飞速闪过一抹激动和凝重 以及杀意 虽然他觉得眼前这萧毅 已经被他给百分百的忽悠了 但 面对这雷火圣尊的传承大殿 这会的龙天语 其实也不敢全然大意什么 一旦见识不对 那么他也会做出壮士断腕的准备 第一时间撤离这个地方 在龙天语的带领下 萧毅和龙天语很快来到了雷火圣尊的传承大殿门口 当他们来到这门口的时候 大殿宫门紧闭 这门上刻画着大量的符纹 比走游龙 恍如无数电龙和火凤在上面盘旋 给人一种很是玄傲的感觉 萧毅运起你的雷霆护身功法 接下来万不可大意 来到了这里后 龙天语对萧毅说道 随着他的话 萧毅顿时运转起来了雷霆护身功法 身上雷光闪烁 一时间看起来那是锋芒进路 气势逼人 很好 龙天语赞了萧毅一下 虽然他并不能看出萧毅的肉身具体有多强 但他却也隐隐感知到 萧毅的肉身强度绝对不是一般的比暗镜强者可以比拟的 这样的肉身强度 说实话 龙天语是很羡慕的 在了萧毅一下后紧跟着就见龙天语身上火光充填 形成一个巨大的火红色真气护照 然后他双手向着那门上落了上去 略微一推门 门就打了开来 跟上我 门推开的第一时间 龙天语就末地对萧毅说道 话语落下的同时 脚步一动就向着大门里面踏入了进去 伴随着龙天语如此 萧毅的眸光不着痕迹的一闪 然后选择了跟上 轰轰轰轰轰轰 几乎是在萧毅跟上龙天语进入大殿的沙间 滚滚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就响起 更是随着轰鸣声的响起 只见大量的雷龙火缝 铺天盖地地向着萧毅和龙天语的身体撞击了上来 这些雷龙火缝都有雷火针钢所化 攻击力极强 砖轰武者肉身 肉身强度不够强 或者是没有什么强大护体功法的人来此 都会第一时间被这等雷火针钢给轰成渣子 啊 随着这些雷火针钢铺天盖地的轰击上来 萧毅的顿时发出一声痛呼 身体都一下子变得焦黑 好似被这些公鸡给一下子伤到了的样子 而在他发出痛呼的时候 一旁的龙天语虽然因给被雷火针钢给劈中的缘故 身体有些狼狈 嘴角一下子溢出了血液 但是眼中却是一下子闪烁出一抹激动的亮色 能够扛住雷火针钢 哈哈哈哈 我就知道这小子能够扛住能火针钢 这下这传承是我的了 这雷火圣尊的传承 必然会为我所得 龙天语在心中狂喜 狂喜的同时 对萧毅大声道 萧毅最大程度地运转你的雷霆护身功法 哦 萧毅听的龙天语的话 一副不敢有丝毫怠慢的样子 立马就见他身上雷光闪烁 好似全然疯狂运转起来了护体功法 而随着他如此 顿时就见周边那些涌动的雷火针钢 竟更为疯狂地向着萧毅身上落了上来 将这个大殿中的大部分雷火针钢都给吸引 惹得整个大殿都在这一刻忽然震动了起来 当萧毅将大殿中的大部分雷火针钢都给吸引了后 紧跟着就见轰击龙天语的雷火针钢忽然变得稀少了起来 相比之萧毅这里所拥有的雷火针钢不足三成 刷 龙天语脸上泛起狂喜 几乎是在自己承受的雷火针钢变少的沙间 身形就化为了流光向着大殿中央的传承石碑奔行了上去 成功了 他的算计成功了 这萧毅真的是上天赐给他的机缘啊 不但顶住了雷火针钢且还引得了传承共鸣 这下 只要自己趁着萧毅顶住了雷火针钢的这短短时间之内 将手触摸到传承石碑上面 这传承就属于他了 一旦他获得传承 这里的雷火针钢自然也就不能再让他感受到危险 而且不但不会感受到危险不说 反而还能让他用来练体 到时候再将周边那些长在传承大殿上的雷火圣阳果 给配合着吞浮 绝对能够让他的实力超幅度增长 这就是他的算计吗 让我定住这大殿中的雷火针钢 然后自己趁机去接触传承石碑 从而获得传承 可他到底哪里来的自信 自己的手触碰上去了后 就能获得传承呢 难道 这个大殿的传承设定就是如此 只要有人能够顶住雷火针钢的攻击 然后引得传承共鸣 就能获得传承 在龙天宇向着那传承石碑奔行上去的时候 萧毅的眼睛忽然一眯 虽然被大量的雷火针钢给攻击 但萧毅的情况却并没有龙天宇所想象的那么狼狈 在龙天宇心中 他认为萧毅就算是能够顶住雷火针钢 时间也必然会很短 很快就会被这疯狂的雷火针钢给劈死 所以龙天宇见着萧毅顶住了雷火针钢后 是全然不再看萧毅这里的情况是怎么样 直接以自己最快的速度向着传承石碑奔袭 可萧毅才不是什么真的修炼了雷霆属性炼体功法的武者 他最大的底牌那是修炼了八九玄弓 之所以身体上会闪烁雷光 纯粹是因为自身对雷霆的感悟而模拟出来的而已 这雷火针钢虽然厉害 让他的身体在这等狠劈下受到了创伤 但却也没有达到能将他在短时间劈死的程度 他体内八九玄弓 这回疯狂运转 不停地将那劈在身体上的雷火针钢用来练体 哼 想让我做靶子 你还是做梦吧 随着萧毅的眼睛一眯 只见他体表所蕴含的雷光都一下子消失 而几乎是在他收敛雷光的沙间 那疯狂向着他涌来的雷火针钢竟就瞬间减少大半 然后就见雷火针钢纷纷朝勇式地向着龙天宇轰击了上去 第327章 龙天宇之死 什么 几乎是在雷火针钢疯狂向着龙天宇身上笼罩上去的沙间 龙天宇的瞳孔就猛地一缩 然后下意识地将视线向着萧毅看了过来 当即他就从萧毅的脸上看到了一抹嘲讽 是的 嘲讽 当萧毅不再利利用雷霆引动雷火针钢了后 他就嘲讽地看着龙天宇想要看看这家伙在这等雷火针钢的轰击下 会怎么样 到了这会 萧毅也算是看不明白了 他们如今所在的这个雷火圣尊的传承大殿 就像是一个巨型磁场 一旦他或者龙天宇谁的力量更贴近雷火针钢 这雷火针钢就会疯狂地向着谁靠近 能够承受住这等力量 那么用这种力量来练体绝对是很不错的 而一旦承受不住这等力量 这等力量绝对会给舞者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龙天宇守在的炎阳门 明显是一个主修火属性功法的门派 这龙天宇的一身功法都以火为尊 这会抗衡雷火针钢全然是靠着真气护照 所以当他被这等狂暴的雷火针钢给攻击了后 其处境那绝对是很可怕的 他若想要反抗雷火针钢 就必然得加大催动自己的真气护照 可一旦加大 那吸收雷火针钢的速度和量就会更大 而如果不反抗 这雷火针钢落在他的身上 同样会让他悲催 一时间龙天宇完全就是进退两难 全然不想萧毅一样 就算是舍弃了雷霆 他也完全能够靠着自己那强大的肉身能力 硬抗雷火针钢 该死的 这一刻龙天宇瞳孔疯狂收缩 从萧毅的嘲讽当中 哪里还看不明白 自己被萧毅给算计了 想他龙天宇终日打焰 没想到到头来竟是看走了眼 被萧毅这个小子给算计了 一时间 龙天宇气的那是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恨不得立马出手将萧毅给灭杀 可面对那滚滚雷火针钢 他却根本腾不开手来 光是应对眼前的危险 就已经让他头皮发麻 轰轰轰轰轰 在萧毅的注视下 只见雷火针钢疯狂地向着龙天宇攻击 其攻击之密集 让龙天宇显向还生 堂堂一个彼岸镜七重天的强者 这一刻却是像一个不中用的五道菜鸟一般 面对那雷火针钢的袭杀 显得很是不堪 扑 龙天宇张口喷出鲜血 在密集的雷火针钢的攻击下 他竟是连动弹走做不到 不得不全力抵挡雷火针钢 有些撤掉真气护照 但眼看着那无比密集的雷火针钢 却是心中一片冰冷 根本就不敢松懈什么 不到十秒钟 仅仅只是不到十秒的时间 龙天宇在那雷火针钢的疯狂轰击下 就身受重创 眼看着就要死在这里了 身体一片焦黑 身上到处都是伤口 看起来无比无比的凄惨 小子 就算是我死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跟我同归于尽吧 眼看着自己根本就脱离不了雷火针钢的攻击 眼看着自己的生机 在这雷火针钢的疯狂攻击下 越来越弱 龙天宇忽然疯狂咆哮一声 接着就向着萧毅扑了上来 扑上来的时候 这龙天宇的眼中闪烁出一抹狠力 然后就在自爆身体 然 就在他扑倒了萧毅的身边 然后自爆的那瞬间 却见萧毅的身体 忽然诡异地顿入虚空消失不见 当龙天宇发现了这样的事情后 瞳孔剧烈一缩 接着 来不及后悔什么 身体就猛地爆炸了开来 轰隆隆 磅礴的力量在大点当中疯狂震荡 足足肆虐了一分多钟的时间才停下 当这肆虐的力量停下了后 萧毅的身形再次出现在了虚空 出现在了这里后 他眼中精芒一闪 接着右手一挥将地上因为龙天宇死掉 而掉落出来的储物品给收入了手中 做完了这样的事情后 萧毅好诚以侠地打量着周边这船城大殿 虽然随着他从虚空中顿出来了后 雷火真刚就再次向着他攻击了上来 但只要他不引动雷霆 这普通的雷火真刚 虽然给了他一定压力 但却还不足以将他给灭杀在这里 八九玄弓运转之下 萧毅的视线很快就落在了周边那些墙壁上 所长的雷火圣阳果上面 雷火圣阳果通体惊鸿 看起来很是耀眼 他的主干是一些密集的曼藤 这些曼藤将整个船城大殿都给缠绕 看起来和普通曼藤一样 但能够在这等雷火真刚狂涌的地方生长的曼藤 又岂会简单 刷 顶着雷火真刚的轰击 萧毅身形一盏 出现在了最靠近自己的墙边 然后从墙壁上采摘了一枚拳头大小的雷火圣阳果 接着略微看了一眼雷火圣阳果 就末地将其给吃了起来 三两下吞入口中 几乎是在他将雷火圣阳果给吞服下肚的沙间 他体内就疯狂沸腾了起来 蓬勃的雷火之力在他的体内爆炸 产生恐怖的力量 换作是普通人 这般吞服雷火圣阳果 身体不够强 挺不住体内雷火之力的肆虐 瞬间击毁惨死当场 给我炼化 给我凝聚 消逸眸光闪烁 体内八九玄弓疯狂运转 强忍着那因为旁边的雷火之力 在体内的喷发而产生的剧痛 疯狂镇压着肆虐的力量 以此来在体内凝聚属于自己的雷火真刚 外部雷火真刚狂轰 体内雷火之力喷涌 爆炸 这样的情况看起来那是非常的吓人 消逸整个人都全然被这些雷火之力给笼罩 恍如一个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火药桶 身体不停地膨胀 缩小 看起来要多古怪就有多古怪 另外 在雷火真刚的狂轰下 消逸的身体也不停地开裂 出血 如此 足足过去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消逸才将体内那肆虐的雷火之力给镇压住 然后以真气为引 在体内凝聚出了属于自己的雷火真刚 当他做完了这样的事情后 大典当中那些喷涌的雷火真刚 顿时沸腾得更为厉害了 不停地向着消逸的身体狂轰 与此同时 整个传承大殿也在这一刻疯狂震荡了起来 那耸立在大殿中央 足足有着一个人多高的传承石碑 散发出滚滚骇人气息 恍如某上股凶兽觉醒了一般 第328章强大的变化 见得这样的情况 消逸眼中精芒一闪 紧跟着就见他的身体忽然向着那传承石碑电射了上去 然后右手莫得一掌轰出 烙印在了传承石碑上面 轰隆 伴随着消逸将右手放在了传承石碑上面 顿时就见传承大殿的巨响变得更凶了起来 周边所有的雷火真刚都疯狂向着消逸轰击 笔之先前都还要密集许多 眨眼间就将消逸给包裹 让他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雷火简 而在这等雷火真刚涌动的时候 消逸此时末地陷入了一种旋之又旋的境界当中 滚滚玄妙的信心向着他的脑海中喷涌 这些信息乃是雷火圣尊的传承信息 万灭雷火结 雷火不灭身 其中最为令消逸在意的就是这两种神通 这两种神通 万灭雷火结乃是一门攻击神通 而雷火不灭身乃是强大的炼体神通 当传承石碑开始对消逸传承武道了后 消逸顿时就发现 周边的雷火真刚不停地从他的体表涌入他的身体 结合着他所在体内凝聚的雷火真刚 为他淬炼起来肉身 在这等淬炼下时间顿时飞速流逝了起来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消逸的肉身强度在这等淬炼下疯狂提升着 很快就让他八九玄弓第二转中乘圆满满城 然后向着第二转大城逼近 不断地冲击起来八九玄弓第二转大城的瓶颈 当消逸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后 更是疯狂催动起来八九玄弓 更是利用精神力引动雷火真刚 疯狂地吞噬周边的雷火真刚 在他这等主动的控制下 周边的雷火真刚疯狂锐减 这传承大电的雷火真刚 明显不是天然形成的 而是由某大能者施展特殊手段 让其在这传承大电中产生的 这雷火真刚如果被人给吞噬炼体 一旦达到了某种程度 就会损耗传承大电的根基 从而让雷火真刚的量减少 对于以前那些获得了雷火圣尊传承的人 消逸并不知道那些人 是什么炼化这些雷火真刚的 反正这会的他 眼看自己八九玄弓的瓶颈就要突破 那是疯狂地想尽办法吞噬周边的雷火真刚 全然不顾这样会不会影响其根基 轰 如此利用之下 不知道过了多久 消逸终于冲破了瓶颈 将八九玄弓第二转给一下子 推入了大城的层次 中城与大城 虽然都是第二转境界 但当消逸将八九玄弓 推动到了第二转大城了后 他的肉身强度 却是一下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让消逸的战斗力在这寝格间暴涨 与此同时 他所能掌控的神通法力也更多了一些 隐隐碰触到了第三转 金刚不坏的领域 呼 当传承大殿里面所具备的雷火真刚越来越少 少到对消逸的肉身变强 都没有多大的好处了后 消逸停止了继续炼化雷火真刚 说实话 相对于自己所获得的雷火圣尊的传承 这会的消逸更满意的还是自己突破了八转玄弓第二转大城 可惜周边这些雷火真刚毕竟只是雷火圣尊用来设置传承 为自己的传承人助击的力量 要不然 这些力量如果能再强大一些 说不准 消逸有把握能让自己的肉身强度 在这等淬炼下进入八九玄弓第三转 一旦达到八九玄弓第三转 就能金刚不坏 就能领悟三头六臂法天向地之内的神通 那才是八九玄弓真正强大的时候 不过现在虽然只是第二转大城 但对于消逸的好处也是巨大的 第二转就能领域七十二般变化神通 虽然消逸在出入第二转的时候就已经领悟 但直到现在第二转正是大城 他才能算是真正的具备了将七十二般变化的强大能力给施展出来 刷 只见消逸身上流光一闪 紧跟着他身上所穿戴的衣服 还有面容的什么都一下子发生了变化 竟是全然变成了先前被他给算计死的龙天宇模样 当消逸变成了龙天宇的模样后 他这等变化不仅仅只是面容上发生了变化 气息上同样发生了变化 可以这么说 就算是和龙天宇最为亲密的人在此都看不出真假 变成了龙天宇后 只见消逸眸光一寒 身上墨地散发出一股恐怖的气势 这气势竟也和那龙天宇一模一样 另外 更是在气势一样的时候 消逸这回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功法波动 竟也和那龙天宇一样 要知道 消逸可压根就没有修炼过龙天宇所在炎阳门的功法 而现在仅仅只是利用变化 就能模拟出这一样的气息 不得不说 72般变化真的很逆天 稍稍施展了一下这等手段后 消逸没有再解除这样的变化 而是将那因为龙天宇死掉后 而掉落出来的储物戒指拿了出来 然后将其给炼化 查看起来了里面东西 龙天宇作为炎阳门的真传弟子 且实力还达到了彼岸境七重天 他的储物戒指里面好东西还是不少的 功法 丹药 武器什么的都有 在检测这等储物戒指的时候 消逸着重地看起来了龙天宇这储物戒指里面的功法 其中最为强大的功法乃是一本名为炎天印神通 只是稍微看了下 这功法 消逸就发现 这门功法比之他刚才所获得的万灭雷火节神通 差了不少 不过虽然差了不少 但他这回变身成了龙天宇 他却也是准备将此等神通给修炼一番 参悟这等功法 消逸没有像以往那般利用仇恨经验参悟 因为随着消逸达到了八九玄弓二转大成 当他此时施展变化神通变化成了其他人后 这等变化真心完全不止是简单的变化 就连根骨和领悟能力上都全然发生了一定变化 如果不是龙天宇死的够彻底 没能让消逸施展手段从龙天宇的身上获得真血 消逸还能在这等情况下 变化的更彻底 全然化身成龙天宇 模拟其根骨和悟性都绝对不是问题 第三百二十九章重要里程碑 八九玄弓第二转七十二般变化 这种变化有好几等层次 第一等层次只是普通变化 虽然从脉象上看是分不出差别 但实则却还是有着不少的差距 第二等层次是第一等层次的加强版 比如说消逸要是变成白虎圣兽 第一种变化了后 虽然从外表上和气息上看是一模一样 但却根本不具备白虎圣兽的能力 纯粹就是冒牌货 而第二等层次的变化 就是消逸如今所施展的层次 如果他能与白虎圣兽解除 获得对方的气息 那么变身成了白虎圣兽后 就能一定程度上的模拟对方的能力 除了上面这两等层次的变化外 另外还有最后一等层次 此等层次才是72版变化最强大的地方 百分百变身 想要施展这等层次很难 有着一定的限制 必须得施展密法手段才行 只要借助所要变成的事物的一定媒介 就能百分百变化 不够 这一等层次的变身很难 所需要变化的对象越强 消逸也就越难变化成功 另外 所消耗的神通法力什么的 这一层次也远比之前面两种要多 消逸如今所施展的72版变化 就处于第二等层次 因为消逸施展的第二等层次的72版变化 虽然他没能获得龙天羽的真血 然后利用八九玄弓二转 来完美变身成龙天羽 但随着消逸如今利用龙天羽 陨落前的气息变成了龙天羽后 却也已经让根骨和悟性发生变化 很是靠近龙天羽 接着 再加上消逸自身的领悟 以及这一次获得雷火圣尊传承的武道经验 颜天印 虽然是神通功法 但却也不能再像消逸以往学习功法那般 让消逸不得所悟了 略微观看了一番颜天印神通功法 消逸就略有所获 这种情况是他以往不曾有过的 这让他的眼中不由自禁地泛起了一抹精芒 然后就全然沉浸在了功法的领悟当中 36天 消逸这一参悟就是36头的时间 利用36天成功将颜天印给学会 当他学会了这颜天印后 虽然从表面上看战斗力没有什么加强 但实则 随着这些天的参悟 消逸的眼界什么的再次打开 对于武道领悟更强 战斗力自然也就同样加强了 要知道雷火圣尊的传承 可不仅仅只是万灭雷火节和雷火不灭身的传承 其中还有雷火圣尊这个圣经强者 对于武道的一定感悟 这等信息是非常庞大的 虽然消逸获得了传承 一股脑地吸收了这样的信息 但却也并没能一下子逆天地就融会贯通 所以当他参悟颜天印的时候 就正好利用颜天印来印证自己所获得的传承武学 当然在参悟颜天印的时候 消逸同样是没有放弃修炼万灭雷火节与雷火不灭身 参悟了颜天印 消逸并没有马上离开传承大殿 而是继续参悟起来武学 将最近自己这段时间所获得的功法 都纷纷拿了出来 虽然消逸很清楚贪多嚼不烂的道理 但他却也更加的知道 一多不压身的道理 以前消逸只能靠着仇恨系统 利用仇恨系统的仇恨经验 来飞速提升武道 所以他除了主修的功法外 其他的功法都没有乱用仇恨经验 去学习什么 而现在变身成了龙天宇 具备了龙天宇一定的天赋 在能够快速参悟武道的情况下 消逸当然是不会再错过什么 一门门武道被他参悟 且在参悟这些武道的时候 又结合着雷火圣尊所传承的武道经验 来印证武学 如此情况之下 消逸完全可以说得上 是费寝忘食的吸收武道信息 让他对于武道境界的感悟不停加强 让他对于武道的施展 更能得心应手 正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而起 消逸最近再没有获得 雷火圣尊传承的时候 他的武道修为 真要说起来 绝对是大跳跃 有着拔苗助长的嫌疑 而现在参悟武学 印证武学 消逸的基础顿时算是稳固了起来 让他因为快速提升 而具备的一定隐患 都随之抹杀 如此 转眼半年时间又过去 当消逸参悟了半年多时间的武学后 他终于准备出关了 准备开始正式闯荡这上古遗迹 当他出关的时候 消逸的武道等级发生了一定变化 神侨三重天 他的武道等级 随着这等时间的参悟武学 竟有了提升 从神侨一重天提升到了神侨三重天 这样的提升 看似对于什么比暗境强者而言 算不得什么 但消逸的武道等级 可是全然不能用常理去看待的 八九玄弓达到第二转大城的层次 如今再配合神侨三重天的武道 将会展现出多强的战斗力 连消逸自身都不清楚 反正 消逸这会有着一种很强的感觉 就算是他现在正面对上了龙天宇那样的 比暗境七重天 都绝对不会忌惮什么 感受着体内所拥有的庞大力量 消逸那是无比的想要发现 另外 别看消逸武道等级 从神侨一重天提升到了神侨三重天 好像不咋地 但这对消逸而言 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 想想他以前 武道等级提升可全然只能靠系统 而现在 武道等级提升 却是没有靠系统消耗仇恨经验 仅仅只是自己参悟武学和修炼 就提升了两个等级 且时间虽然相对于武界的一些妖孽而言 算不得什么 但却也绝对算是很可以的了 并且 这还仅仅只是 消逸没能将72变 给施展到第三等层次的缘故 若是找一个超级妖孽 然后施展密法手段 百分百变身成对方 将对方的修炼天赋给继承 那消逸的修炼速度又会达到多强 消逸只要一想到那样的情况 就忍不住有些热血沸腾 这样的事情 对于他而言绝对是一个不错的大喜事 虽然利用仇恨经验提升武道等级的速度很快 但如果自己修炼同样可以提升 那么却也更为完美 不至于哪天因为系统忽然掉链子而悲催什么 第三百三十章遭遇战 另外 除了武道等级上的变化 消逸的神魂境界最近这段时间 也同样发生了一定变化 将那雷火圣尊所传承的武道经验给消虎 消逸的神魂境界有了长足提升 原本的消逸乃是彼岸镜二重天的神魂层次 而现在停止了参务武学后 他的神魂境界达到了彼岸镜五重天 刷 消逸身形在传承大殿一闪 然后就将周边墙壁上所长的不少雷火圣阳果 给收入了储物戒指 现在要离开这里了 让这些雷火圣阳果留着 那纯粹是暴敛天物 至于留给下一个有可能获得继承传承的人 好吧 虽然消逸承认自己前世 是一个舍己为人的好人 但这一世他可不想便宜其他人 这样的东西还是自己留着 虽然他已经在体内点燃了雷火真刚 但这雷火圣阳果对他却仍旧有着好处 这雷火圣阳果仍旧可以继续被他用来炼体 且如果将其给炼制成丹药 其功效会更大许多 说起来 消逸骄傲最近倒也消耗了不少雷火圣阳果 在这半年的参务武学当中 他经常吞服雷火圣阳果炼体 并不只是普通的参务武学 实力能够从神桥一重天跨入神桥三重天 也跟着雷火圣阳果有着很大的原因在里面 呼 消逸呼出一口气 再略微看了一眼 这让自己待了差不多两年的地方 节阵身形一展 就从房间闪了出去 随着他从大殿当中闪出去 大殿的门再次轰然关闭 然后 滚滚雷火真刚涌动 继续为下一个传承雷火圣尊的传人积累起来了力量 不过 这些雷火真刚 相对于消逸才来的时候 那是少了九成不止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再次积累到原先的程度 离开了传承大殿 消逸仍旧是龙天宇的模样 接下来 他准备以龙天宇身份 在这上古遗迹先闯荡下 模拟了龙天宇的灵魂气息 且又学了炎阳门的武学 现在消逸与龙天宇已经有着八成相似了 他相信 绝对是没有谁能够拆穿他的 离开了大殿 消逸先去了一趟木连星所在的传承大殿 结果来到了这里后 并没有看到什么人存在 他也不清楚木连星是继续呆在那奇特的传承空间当中 获取传承还是已经离开了 不过 应该前者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因为他来到了传承大殿后 没有看到木连星留下的丝毫蛛丝马迹 如果木连星真的从传承大殿离开了 在他离开前肯定还是会或多或少的在这里留下一定的信息给他感知 当消逸没有找到木连星后 他就投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 没有丝毫信息留下 按照消逸所获得的信息 他所在的这个宫殿所拥有的传承大殿 并不限制武者只领悟其中一个传承大殿里面的传承的 所以接下来消逸就按照自己所获知的一定信息 向着一些宫殿穿梭 在他这等穿梭下 很快他就遇见了其他的武者 当他破关而出首次遇到了武者后 当消逸看到自己所遇见的武者 消逸忍不住感慨了一些世界豪小 真的是豪小啊 百花雨 他竟看到了百花雨 只见这会的百花雨 正一人对战着三个武者 虽然只是一人 但百花雨却占据着山峰 他身形腾挪之间 活海涌动 上古朱雀提名 声势惊人 威力莫测 将三个和他对战的武者给打得接连败退 竟是没有多强的反手之力 这百花雨的实力变强了 不知道他这段时间有没有获得传承 消逸见的百花雨如此 眸光闪烁并没有走出去插手战局 也没有避过躲开 而是背负双手 一脸淡然的看着百花雨和三个武者的交战 通过观看三人交战来印证自己所学 在印证当中 消逸发现 百花雨的手段虽然不错 但他如果和百花雨对上 却也不会处于下风什么 论招式和攻击力 且 他肯定还要强一些 百花雨 你非得赶尽杀绝吗 其中一个和百花雨交战的中年男子 墨帝对白虎跃大喝 此人身穿一系红袍 手持一把开山大刀 往往攻击当中 风雷轰鸣 一身实力达到了彼岸 近六重天 原本这样实力应该算是不错 但在和百花雨的交战当中 却是接连后退 废话少说 今天你们必死 既然你们敢率先动手杀我朱雀门的人 你们早就应该要做好被我猎杀的准备 百花雨冷声道 该死的 百花雨 虽然我们灭杀的是你朱雀门的人 但那也都是在抢夺宝物的情况下 正所谓成王败寇 他们死了 只能怪他们实力不济 你为什么就非得帮他们报仇 你难道就不怕我三弟侍候找你算账吗 你应该知道我三弟的实力才对 别看你有这彼岸近七重天 但和我三弟的实力相比 你根本就不堪一击 红袍中年人一边吃力地应付着百花雨的攻击 一边吏声说道 话雨刚落 白虎月的一掌就透过了他的重重防御 打在了他的身上 将他的身体给一下子打飞 然后重重砸在了地面上 血液狂喷 哼 你放心 北明北绝对是不知道是我杀了你的 百花雨眼中寒芒一闪 接着身形一盏 再次向着红袍中年人攻击而至 随着他如此 旁边两个围攻他的舞者健壮 赶忙拦截起来他的攻击 然两人一起出手 确实都没能拦住百花雨 反而被百花雨 左手各自一掌轰飞了出去 死吧 轰飞了两个拦截自己的舞者 百花雨出现在了红袍中年人的身边 然后狠狠一劈腿 向着红袍中年人的身体砸了上去 砸上去的时候 火光喷涌 上古朱雀提名 凝聚出百丈法身 将红袍中年人的身体给一下子包裹住 喷 惊天动地的爆炸出现 红袍中年人被这等上古朱雀的法身 给一下子轰杀当场 进入击中年人的国朱雀